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新兴市场崛起 投资机会涌现 二 数字货币政策变动 市场反应强烈 三 能源转型加速 传统能源股面临挑战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新兴市场崛起 投资机会涌现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新兴市场崛起这个话题 这就像是一场全球经济的大冒险 充满了机会和挑战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探险家 手持地图和指南针 准备踏上未知的土地 寻找宝藏 新兴市场就是这些未被完全开发的 宝藏地 首先 什么是新兴市场 简单来说 就是那些经济正在快速增长 但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国家 这些国家通常拥有年轻 且快速增长的人口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 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成为投资者眼中的香波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中国和印度是最典型的新兴市场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惊人 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转变为全球制造业和科技的巨头 印度则以其庞大的人口和迅速发展的科技产业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 但新兴市场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 这就像是你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和障碍 例如政治不稳定 法律体系不健全 货币波动等问题都可能影响投资回报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指南针 也就是深入的市场研究和风险管理策略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曾经有一位投资者 他对非洲市场充满兴趣 特别是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快速增长的人口 听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点 这位投资者决定投资于当地的一家石油公司 结果发现公司管理层腐败 财务报表不透明 最终损失惨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新兴市场充满机会 也需要谨慎行事 做好功课 总结来说 新兴市场就像是一片未被完全开发的宝藏地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挑战 作为投资者 你需要具备探险家的精神 勇于探索 但同时也要有科学家的谨慎 做好风险管理 这样你才能在这场全球经济的大冒险中 找到属于你的宝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数字货币政策变动 市场反应强烈 当我们谈到数字货币政策变动 和市场反应时 这就像是在看一场高风险的马戏表演 想象一下 马戏团里的杂技演员 正在高空钢索上表演 突然间 钢索开始摇晃 观众们平住呼吸 心跳加速 这正是数字货币市场 在政策变动时的真实写照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 数字货币的起源 比特币在2009年诞生时 像是一个神秘的魔术师 没有人真正了解它的潜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位魔术师 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 甚至连政府和金融机构 也开始注意到它的存在 然而 当政府开始介入 试图制定政策 来管理这个魔术师时 事情就变得有趣了 政策变动 就像是马戏团里的管理者 突然决定改变表演规则 比如 中国政府在2017年禁止ICL 首次代币发行 这就像是突然关掉了 马戏团的灯光 观众们一片惊呼 市场也随之剧烈波动 再看看2021年 当特斯拉的埃隆 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特斯拉将接受比特币支付时 比特币价格迅速飙升 这就像是马戏团里的 明星演员突然出现 观众们疯狂鼓掌 然而 不久之后 他又宣布 特斯拉将停止接受 比特币支付 理由是环保问题 这就像是明星演员 突然退出表演 观众们一片哗然 市场也随之大幅下跌 政策变动 对数字货币市场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 首先 它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当政府出台严格的 监管政策时 投资者可能会感到不安 纷纷抛售手中的数字货币 导致价格下跌 相反 当政策放宽 或有利于数字货币发展时 投资者的信心增强 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其次 政策变动还会影响 数字货币的流动性 和使用范围 例如 当某个国家 禁止数字货币交易时 该国的数字货币市场 将受到严重打击 流动性大幅下降 而当某个国家 允许数字货币 作为合法支付手段时 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 将大大扩展 市场需求也会增加 总的来说 数字货币政策变动 对市场的影响 就像是马戏团里的 惊险表演 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惊喜 作为投资者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 政策动向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才能在这场惊险的表演中 立于不败之地 毕竟 马戏团的表演 总是充满了惊险和刺激 而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这场表演中 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能源转型加速 传统能源谷面临挑战 当我们谈到能源转型加速 传统能源谷面临挑战时 这就像是 我们再看一场精彩的 马拉松比赛 想象一下 传统能源谷 就像是那些老牌的 马拉松选手 他们经验丰富 肌肉强壮 曾经在赛道上风光无限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群年轻的 充满活力的新能源选手 突然出现 开始在赛道上飞奔 让老牌选手们 感到压力山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些老牌选手 石油 天然气 和煤炭公司 他们曾经是 能源市场的主宰 像是赛道上的霸主 无人能敌 然而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和环保意识的提升 这些老牌选手 开始感受到 来自各方的压力 政府政策的改变 碳排放限制的加盐 以及投资者 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让他们不得不 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 而这些年轻的 新能源选手 太阳能 风能 和电动车公司 则像是赛道上的新星 他们不仅速度快 而且还带着一股清新的风 让人耳目一新 这些公司 利用技术创新 和成本下降的优势 迅速占领市场份额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关注 就像是赛道上的黑马 一下子就成为了焦点 有趣的是 这场比赛 并不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竞争 而更像是一场 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马拉松 传统能源公司也开始意识到 与其固守就有的模式 不如拥抱变革 积极投资于新能源领域 例如 许多石油巨头 开始投资于风能和太阳能项目 甚至涉足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这就像是老牌选手们开始学习新技巧 试图在新的赛道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然 这场比赛中也不乏一些幽默的插曲 比如 有些传统能源公司 在转型过程中 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和尴尬场面 就像是老牌选手 在尝试新跑鞋时 结果发现鞋子不合脚 跑起来反而更慢了 但这些都是成长中的必经之路 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 让他们变得更加坚韧和灵活 总的来说 能源转型加速 传统能源股面临挑战 这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机率的时代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马拉松比赛 我们不仅要关注谁能最先到达终点 更要欣赏每一位选手 在赛道上的努力和拼搏 无论是老牌选手还是新星 他们都在为我们的未来能源格局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这场比赛将如何演变 谁要能在这场能源转型的 马拉松中脱颖而出 总结来说 新星市场崛起 数字货币政策变动和能源转型加速 都是当今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一题 作为投资者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动向 并做好风险管理 新星市场提供了许多投资机会 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与挑战 数字货币的政策变动 会对市场产生强烈的影响 投资者需要灵活应对 能源转型则是一场充满变革和机遇的比赛 传统能源股需要积极转型以应对新的挑战 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议题的发展 并思考如何在这个充满变动的世界中找到我们的宝藏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